水富嶼, 魚頭大過拳頭 拿來煲甚麼湯好呢? 豪公英都可以拿來煲湯 到底有甚麼功效呢? 水照影又是甚麼東西呢? 吳湯吳水, 合家湯水齊齊喝 一鍋加湯水, 未必要用稀奇珍貴的材料 最重要是照顧到家裡每一個人的需要 你知道, 家裡有腦有暖 各人身體的狀況都不同 所以這鍋湯最重要是清潤, 不寒不草 如果這樣說, 煲魚湯最適合不過 魚, 可以說在中國飲食文化裡 最正氣的一種食材 我們吃的魚不外乎是河魚或海魚 中國人一向有積穀防機的習慣 水庫除了可以積存和提供食水外 還可以養魚, 工人食用 在江門蝴蝶谷水庫這裡 就有一種魚, 它的頭很受歡迎 水庫的用途挺多的 可以提供食水, 又可以發展旅遊業 更加可以用來養魚 不知道這個水庫裡面 又養了什麼魚呢? 通常所謂的崇嶼有多大條? 魚頭有多大條? 如果有七斤重的大頭魚 起碼魚頭也有一斤兩斤 這樣就很厲害 現在就失望了嗎? 對 很多魚 很聰明 很聰明 即是說牠很聰明 沒錯, 沒錯 但不是, 也很聰明 通常都是那些… 師傅, 過來這邊多一點… 很大條… 如果少過五斤重就要放下去 對嗎? 起碼十斤、八斤才需要 對 現在看, 差不多條條也超過… 起碼差不多夠了 九斤兩斤 九斤以上 九斤以上? 對, 九斤以上 厲害… 不過崇嶼比較斯文 對… 這次我們用江門淡水魚 四大佳魚之一的崇嶼魚頭來煲湯 據說有益老去投風的功效 副師傅 是 我知道很多人說要煲魚湯 或者燉魚頭湯 都要煎一煎魚頭 其實現在我們這個村公八指天馬燉魚頭 要不要煎一煎魚頭呢? 因為不用 因為這條大宋魚是我們剛剛刮回來的 是, 我們剛剛刮回來的 剛剛刮回來的, 應該不用煎 拖一拖水就行了 拖一拖水就行了 好, 現在大魚頭要飛水了 對, 放兩隻飛水 先飛水, 是, 麻煩 其實兩隻就可以了, 很快就能飛到 兩隻加水, 走下去 這個時候已經要加酒了? 對… 拖一拖 拖水就可以去了魚的腥味 一家大小也適合喝 原來煲魚頭湯 放材料的次序很講究 其他的材料先放在底下 最後才放魚頭 這樣做, 除了令魚頭不會散 最重要是可以令魚頭的精華 從表面滲到底下 然後加少許紹興酒 就可以披去魚的腥味 還會惹味一點 最後加上滾水 封好之後就可以放進去燉 要燉四、五個小時才行 在廣東, 魚頭的價錢 很多時都比魚肉貴 因為他們覺得魚頭比魚肉更有益 再配合其他藥材 這鍋湯就更加滋補了 村宮活血, 白紙俱風 天麻可以指暈 加上民間的食療艷芳 用魚頭一起燉 中醫的鶴雪以形補形 血氣引致的頭風痛症、暈症 有療效 這個湯真的很清 而且很香, 也很甜 為甚麼這麼說呢 在這麼多藥杉湯裡 我個人最喜歡 村宮白紙天麻燉魚頭 這種味道 尤其是感覺到 真的可以幫助你 可以幫助你沒有頭痛 我相信很多婦女跟我一樣 都會喜歡這個湯